今天竹子湖非常的熱鬧而且非常的喜氣 本身繡球花就是花糰景處非常的漂亮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郎新娘也都來這邊拍婚紗照 很漂亮的新娘子就捧著繡球花來拍照 人就埋在繡球花大花園裡面 整個花園都是繡球花 有很多人在這邊拍照 就感覺非常的熱鬧 好像來幫他慶祝一樣 所以來這邊拍照一定可以留下非常美麗 值得懷念的照片 今天天氣非常好 陽光普照 在這邊拍婚紗照片 也有一番歐味 黃天 你好 嗨 麥哥好 好熱鬧 可以這頭捧花送給你 哇 這樣子 這麼幸福啊 這樣送一朵花 哇 好漂亮 這就是繡球花 這感覺好像古時候要拋繡球的感覺 這顏色有很多種 像這次淺藍 然後到紫色 紫色都有 謝謝 謝謝啊 謝謝 來這邊賞花之前 先接受一朵花 一桶花這樣子 那這個待會兒拿回去呢 送給辛苦的後製人員 送給我們最喜歡花的花仙子 軟妹 送給你了 謝謝啦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像今天這樣看是正常嗎 這樣的人是正常嗎 今天就我們花期間都是這樣子的 人潮都差不多一季 今天是非假日耶 對啊 因為繡球花盛開的時候 就只有兩個月 你這一年兩個月你沒有來看 就是要轉到明年 對啊 不知道可以看 不過我想非假日人就這麼多 那假日是什麼樣的盛況 令人潮就要擺脫一下 人流控管 非常紅的一個點 所以大家都會來這邊打卡 然後宣傳 所以人才會這麼多 不過我剛剛走進來發現一個現象 我聽到很多種語言耶 因為我們接受 我們推廣了很多國外 包括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我們推廣到國外 然後讓國外認識到我們楊明山 然後認識到我們的祖祖族 然後認識這個花仙 而且人數是不少喔 我看國外來的遊客非常的多 因為我剛剛走進來 就一路有聽到 有講廣東話的 對 有講好像那種四川雲南話 然後有東南亞的語言 對 有點像越南話 對 這種語言 東南亞語言幾乎都 在我們元軍都可以聽得到 有做國外的行銷 非常的成功 謝謝 我剛剛跟你爸爸聊天 他出生在這個地方 那你呢 我也是從小在這邊長大 你是在這邊出生長大嗎 對啊 不是在富士 沒有沒有 那你國小是念哪裡 福田國小 我就是福田國小 對 台北最高學 福田國小 那你應該對這邊非常熟悉喔 熟悉喔 從小到大 那你對務農啊 花藝有興趣嗎 一開始一定是沒有的 然後後來就慢慢的學習 慢慢的做 後來就發現到 其實做這個 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 你每天接觸這個大自然 你會覺得很輕鬆 不會像說在城市裡面 壓力很大 後來就漸漸的 就喜歡這種感覺 我原本是做別的行業 大概八九年前 爸爸其實受傷 後來就 我就回來幫忙 也是要回來做啦 不能說都不回來 真的是很幸福喔 我覺得這工作真的滿幸福的 對啊 我覺得繡球花 它的花型看起來很漂亮啊 圓形的 就是很圓滿啊 對 非常的喜氣 而且我覺得它這邊的花色 非常的繽紛多樣 對 我們園區大概有七個成果 七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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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發現它會變色 有點漸層啊 對 有的比較淡 像這個藍色 它開始白色慢慢變深 對 色的好像有一點點 對 它會隨著土壤的一些 微量的分點子 再去變化它的 一些顏色出來 這顏色是算很繽紛 所以基本上你這樣看過去 就有很多藍色出來 人雖然很多 可是我可以感受到 大家都很興奮拍照 各種姿勢 像在眼方 它那個繡球花非常的高啊 大家都在那邊排隊的照相 這個繡球花怎麼可以長到這麼高啊 這種都是已經栽種大概十七八年了 十七八年那才有辦法 就是這麼高 所以看到遠方那片花牆有十七八年啊 對 難怪可以長這麼高啊 人站在前面感覺被花召起來啊 對 所以大家特別喜歡在花牆前面照相 人啊是融入花裡面的 那今天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可是可以感受到 大家的臉都充滿著笑容 非常的高興啊 對啊 因為大家一看到就 哇 哇 所以每個人拿到這邊就會 哇 這麼漂亮這樣子 所以看到大家心情都很好 所以像這些花喔 秋秋花 是有療癒的 可以療癒我們的心靈 喔 你放鬆放開開懷啊 如果心情不好 或工作壓力很大 真的要到戶外來回走 對 爬爬山 來賞花 整個心情就好了 那身體就健康了 做了兩三年之後 欸 就發現到在這個環境下 做這種事情 是一個很快樂的去 然後後來就陸陸續續了一下接受了它 然後後來就到現在就是 愛上它就是專門在研究中 喔 你看這個心情啊 心境整個都轉變了 我相信你天天看到這些 農作物啊 這些植物花卉喔 長大 從小培養然後開花結果 嗯 這是一件非常興奮 非常成就感的一件事 那你說 上來就有做一些研究 因為每個品種每一種花 所摘種的方式都要不一樣 而不是說 可能舊椒花這麼多 都用同樣的方式摘種 因為習近並進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去找它 習慣的習近去摘種 回來這邊久了 慢慢也摸出很好心得 喔 就是要怎麼樣去培育這些花卉 嗯 所以可以 培育出這麼漂亮的舊椒花 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看到這邊男男女女啊 老老少少 新婚的夫妻 情侶 或者是開地獄照的 各式各樣 同樣的就是都很快樂的感覺 所以臉上就充滿了笑容 OK 走一走看一看 看一下你們的作品 好 哈哈哈哈 在這個季節忙完之後 再來要處理些什麼事情 哇 這個後續動作很多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 修枝 然後除草 鬆土 然後施肥 除蟲 雖然花期大概是兩個月 對 到將近快三個月 但是整年在經營管理上 幾乎要十個月啊 差不多十個月去養這兩個月 不過也是要休養生息啊 看到這麼多人在這邊走來走去踩它 這土我看都會踩硬的 對啊 就是跟呼吸一樣嘛 反正你熱了 就沒辦法呼吸 沒辦法呼吸 就沒辦法存在 所以我們花季過後 就是要去鬆開 讓它趕快透氣 修復它 讓它慢慢成長 我們剛剛從紫色的繡球花 慢慢走過來 這邊是淡藍色的繡球花 那它的名稱都一樣嗎 一樣 它統稱都是繡球花 它只是品種都不一樣 這邊大概有七種名稱 都叫繡球花 不會說因為顏色不同的名稱 不會 你們家族世代居住在竹子圍 那我們目前看到這個花園裡面 都是繡球花 你們還有栽種其他的花繪嗎 有 我們最主要還在做生產的一些 譬如說葉材生產 或其他花繪的生產 切花為主 切花 對 就像我們去花市 去買那些切花 對 人家在擦花 對人家擦花的 這些葉材還是花繪 我們最主要還是做那個為主 然後只是說 剛好這兩月 我們就是拍張 這樣就這樣 輕鬆進去 去看這些花 然後去跟他拍照 嗯 不過真的你們的工作 很幸福啊 跟我們一樣 我們也是覺得說很幸福 因為我們都是 跑到台灣的山林裡面 看大自然的山月啊 森林 或說高山花繪啊 野生的花繪 感覺也是非常的療癒 你們這工作應該也是很療癒 對啊 在這一片滿滿幸福 幾乎已經溢出來的花海中 滿圓追花人 應該和麥哥一樣的 願意感性一下吧 花可能是大自然裡 最直白美麗的藝術品 從龜藝新奇的花朵構造 到五彩繽紛 絢麗多姿的花色 可以驕艷欲滴 花枝招展 也可以田徑賢士 神韵素雅 古籍小說《靜花園》中 有掌管天地花草的百花仙子 降下人間 便尋同時折降凡塵的 99名花仙子 雖然是神話故事 想像一下 凡間一旦百花齊放 則有如天上人間 也難怪麥哥戴起了彩色眼鏡 心眼裡 竟是人花爭媚的婀娜交饶 八仙花鼠的繡球花 又有八仙花紫陽花的別稱 捧成一球的繡球花 一如古代繡球招親 或婚慶迎娶中的大紅繡球 也難怪人幾人的花田中 拖著蕾絲白沙的新娘子 堅持捧上美麗一球 讓幸福開好開滿 OK 我會來台灣 大家都喜歡在這邊拍照 因為在這邊拍照的話 會被這個花給埋起來 就被花給包圍了 很漂亮 那我也錄一張好了 拍一張好了 漂亮喔 我們這邊除了台灣的遊客來之外 世界各國很多的觀光客 都來到這邊看繡球花 剛剛在拍照的菲律賓 中國大陸 還有很多其他國家 大家都喜歡選這個位置 因為這邊繡球花很高 所以那個感覺是被花給包圍 非常好 所以可以這邊拍一張照 這邊很熱鬧喔 除了拍婚紗照 還有拍畢業照的 你看很多同學 穿著學士服 還在這邊拍畢業照 也蠻特別的 蠻不錯的圖片 不要拍 你剛剛閉眼睛 我已經在拍誰 現在拍誰 好 好 這個有密碼 有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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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著站位搶捧花的遊人太多 麥哥生怕一有閃失 不知花落誰家 只好掛了一手的花 像麥哥一樣護花的男性不少 而女孩也很少有人不愛花 自從有了手機的自拍功能 人人都能輕易上手 人手一機的追花自拍幾乎成了全民運動 即使繁花似锦令人目眩神迷 但細細一看 還是可以在一球一球的叉子煙紅中 發現一些姿態特立的花卉 不論是眼前拼拼鳥鳥 翩翩飛舞的醉碟花 或是水鑽邊上偶爾穿插幾株的愛情花 提醒賞花客 竹子壺的切花植物不是只有海域繡球花 甚至還留著一角不起眼的歷史現場 為了百分之一 小壺的愛情花 太多了吧 太多了 百分之一